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遙控操作Keynote投影片 蘋果有為他們的電腦製作一款專用的遙控器 叫做Apple Remote 它可以讓你拿來操作電腦播放音樂或是電影 不過,其實它還可以讓你操作你製作的Keynote投影片 方法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要播放Keynote,只要按下Play Keynote就會開始播放 然後你可以按Remote上圓圈的左右來翻頁 應用上相當於iPod上的快轉、倒回 如果你有為投影片加入音樂的話 你可以在播放音樂的時候 按下Remote上圓圈的上下來調整聲音大小 這邊還有一個小技巧 如果你想要讓電腦休眠 只要按住Play 扭不放就可以了 想了解更多豐富的內容 歡迎造訪 CMAC MAC